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中国向俄罗斯供应的机械设备出口量 3月底有所下滑 是自2022年中期来第一次下滑 原因可能是美国的制裁风险 导致金融支付出现困难 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以及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 今年3月以来 中国减少了对俄罗斯的机械 设备 机构及其零部件的直接供应 以去年3月同期相比 中国对俄罗斯的此类商品出口下降了约15% 而这也是自2022年中期以来的首次同比下降 另据俄美指出 出口急剧下降是在美国制裁威胁 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发生的 美国此前表示 要对参与俄罗斯国防工业供应相关交易的 外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 而这项政策也导致贸易结算需要更长的时间 中国的一些大型银行开始退回 从俄罗斯收到的人民币付款 俄罗斯进口商不得不依赖中亚国家来促进这些贸易 尽管制裁压力不断 但对华经贸合作正在呈现积极成果 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沃尔瓦齐透露的数据 今年前两个月 俄中两国经贸额同比增长14.1% 超过361亿美元 而在前段时间召开的中俄商务对话活动上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浩辉就表示 中国永远不会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双方也正在想办法解决中俄经贸中的物流和金融支付难题 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